大家好 我是南华大学总务长杜志勇 今天为大家来讲大学生第一课的第十讲 有关于学校的环境 饮食 还有交通的接驳 南华大学校地面积有63公顷 它是有辽阔的草原 还有高崇的树林 学校里面校园绿意盎然 苗语花香 自然生态非常的丰富 学校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让学校享有森林大学的美名 学校对于环境 环保 另外能资源运用 特别的重视 因此在学校里面我们有导入了 国际能源管理系统 ISO501 另外还有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系统 ISO46001 所以在2016年到2020年延续五年蝉联世界 绿色大学 百大大学 那其中在废弃物处理方面 我们在这个分项里面每年勇夺全国第一 那在2018年还有2019年在交通运输的评分项目里面 并列全国第一 2018年到2020年我们在水资源的评分是全国第二 那这张图可以参考就是说学校里面的所有的餐饮 或者是说这个便利商店 还有这个要乘车的地方 这可以作为参考 那各位要查询这个学校的食衣住行 衣就是医疗的部分 可以就是说从这张的这个连结的网址 进到学校的官网来查询 那学校大概有 它的餐厅有这个云水居的餐厅 还有这个文会楼 还有新学纪念馆 这些餐厅位于这些大楼 那云水居餐厅里面 它是有提供的自助餐 还有卤味餐 那样式口味都是多样化 那文会楼餐厅它是主要以这个减餐为主 那新学纪念馆的低水访餐厅 它提供的是一个蔬食的餐厅 主要有减餐 咖啡 饮品 美味健康的餐饮 那校内有两家的这个7-11的便利商店 那一家是在学会楼的地下一楼 另外一家是在这个圆起楼 学生宿舍的地下一楼 那为了这个提供多样式的这个餐饮 学校也引进了这个餐车 那这些餐车还有这个水果摊 它从礼拜一就上课期间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都有 那水果摊大概就是都在中午的时间 他会到学校来 那这些餐车呢 大部分都是下午的时间 一直提供到可能是 有时候是晚上 所以提供这个同学方便的多样的选择 那另外在交通方面 在上课期间 我们每天都有校车 还有租用的这个校车 那这些的搭乘都是免费的 那主要路线呢 它是从学校到大林火车站 那中间有提 有经过学校的 在外的这个宿舍 还有就是说全联 还有到这个国道客运的 这个接驳站的地方 那另外到学校的这个交通 还有这个付费的公车 就有加一线公车 还有台系客运 那他们主要的路线 就是说到大林 还有民雄嘉义 那这些搬车 每天大概有47搬次 那另外校车里面 也有提供这个免费搭乘到 这个民雄商圈 还有嘉义商圈 嘉义商圈是每个礼拜三 的晚上都有 那就是方便同学去采购 这些需要的日用品等等 那礼拜五还有礼拜天 礼拜五最主要就是说 这两天就是说 有免费的校车 可以搭到高铁 那最主要就是说 同学要返乡的时候 要搭乘高铁 加一高铁的话 可以搭乘学校的校车 到嘉义高铁 那要回学校的时候 学校也有这个接驳的免费交通车 可以回到学校来 那若是同学在平常的话 要了解就是说校车 它的及时动向 那同学可以在这个学校官网 就是刚刚讲的 11处型的那个官网 去看一下怎么样的下载这个 这个卫星权的车队管理的APP 你可以了解就是说 线校车在哪一个地方 你大概几分钟左右 会到达这个车站 或是说到达你需要 在等的这个站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说 同学啊 若是在搭乘这个火车啦 或是说客运 那你可能就是说 他有误点或是怎么样 可能误个误点个一分钟 或是说你已经到火车站的月台了 要那个校车的发车的时间 已经到了 你可以就是说 也可以就在学校的官网的实际住行上面 去这个找一下时机的电话 请他稍微等一下 这样子方便可以接得上这个接驳的车子 其实在学校里面 这个不管是吃的 或是说交通方面都还方便的 生活机能还是蛮方便的 好 以上介绍 谢谢大家